我想黏着他 跟他待在一起的时间久一点 可是他总说在忙自己的工作 现在是我事业奋斗的黄金年龄 我希望多努力几年 我想让他回我的家乡发展 在那边一样可以发展事业 但他却拒绝了我 我想要去更大的城市奋斗 虽然苦点 但是却可以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欢迎两位 小鹏是健身教练 是吧 喜欢他什么 挺多的 说三样 人好 人好 善良 善良 壮 壮 你排的是人好 善良和壮 最早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他人好呢 因为他在路上看到小动物什么的 他都很喜欢 你是在路上 他碰到了一只流浪的小猫的时候 见到他的吗 不是 当时我们是在一个健身房认识的 健身房里怎么认识的 我认识他是我大四的时候之习 当时我平时很少运动 我想要多运动 然后就去健身房体育锻炼 他当时是我的健身教练 那首先看到的是壮啊 怎么是人好啊 这孩子不说实话 这是你教练啊 然后怎么就从教练就变成你男朋友了呢 当时我们相处时间久了以后 他就有对我表示好感 然后相处的时间长了 反正就在一起了 我肯定吗 好 我肯定是在混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通过跟他谈 让他的态度发生转变 跟你回老家 你干嘛非要不去洛阳 因为我是考虑过 这个行业是一些比较发达的地方 洛阳挺发达的呀 因为我在那边会有一些 比较多的人脉 就会介绍多点给我 哪有 你就是因为几个同事去了成都 你就非要跟着去 不是不是厦门怎么又成都 他一开始在厦门工作 后来借口说要留在厦门工作 不跟我回洛阳 但是后来他自己去了成都 跟着他以前的同事一起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